美日韩戴维营峰会历史性召开 三国小北约定格成形 三国战力结合 碾压中俄朝三国准同盟 习近平彻底傻眼 不管习近平是联俄抗美 还是台湾当归 台湾事实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安全了 本节目的后半部分还会分析美日韩三军整合 抗中火力空前强大 中共曾刻意忽略的第三战线 已是若隐若现 为什么说台海一旦开战 中国北部战区的空军力量 尤其是歼20中队面临全军覆没 中共真能顶得住吗 大家好 欢迎关注新冷战情市值台海风云 我是林远山 节目开始之前请您先点赞 并尽量看到最后提高本节目的玩播率 谢谢 说起戴卫营啊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下面这张照片 1986年 世界中间昂萨民族的英国首相撒奇尔夫人 与美国总统罗拉德·尼根 在大卫营里平静地散步 共商天下大事 而那时的我呢 还只是个关心国际时事的学生娃呢 作为美国总统的休假地 戴卫营又叫大卫营 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弗里德里克县 凯托克亭山公园内 距离首都华盛顿特区 113公里 达成海军一号直升机 从白宫出发半小时就到了 戴卫营的安全保卫 主要由海军陆战队负责 戴卫营的官方名称 就叫瑟蒙特海军支持设施 戴卫营兴兴建于1938年 最早是美国政府官员的休假地 大小官员都可以去 1942年起 成为患有小儿麻痹症的 美国总统小罗斯福的 专用疗养所 以及总统官邸 当时的戴卫营 还不叫现在的名字 而是有一个很失忆的名字 香格里拉 因为它掩映在茂密的森林之中 于是罗斯福总统 根据1933年 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 《消失的地平线》 给他取了这个 颇具抑郁风情的名字 1953年 韩战已尽未生 刚刚当选的艾森浩总统 把他改名为大卫营 为什么呢 因为总统大人的父亲 以及孙子都叫大卫 David 大卫营经常作为美国总统 与其他国家领导人之间 正式或非正式的会谈地点 能来这儿混的 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这叫做低调的奢华 这美国总统的避暑山庄 就相当于普京的索契 习近平的北戴河 法国总统的兰特里别墅 或者英国首相的哈林顿湖 85年间 这里见证了许多影响世界的大事 1943年 时任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 和美国总统罗斯福 在戴维营密谈 敲定了诺曼底登陆计划 1978年 在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积极斡旋下 埃及总统萨达特 与以色列总理北京签署了戴维营协议 两国宣布停战 两人因此同获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时间来到了2023年 上周五8月18日 戴维营迎来了足以载入史册的 另一件大事 拜登岸田文雄 尹熙悉 美日韩三国首脑 再次举行历史性峰会 签署了三项合作文件 这不但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也引发了北京当局的高度警觉 戳中了中国那根敏感的神经 北京当局一再警告说 美国正试图在东亚复制一个小北约 遏制中国 而现在的局势演变已经非常明朗 习近平不作不死 求垂得垂 噩梦已经一步步梦幻成真了 换句话说 美日韩完全不顾中国的感受 公开结成唯独中国的小圈子 法国世界报的社论强调 在中美两国都在寻求巩固各自阵营的背景下 此次峰会无疑是一次外交上的成功 日韩两国在新的世界格局之下 终于摒弃历史恩怨 携手形成三位一体的军事同盟 在我看来 戴卫营峰会的核心成果 就是所谓的危机协商承诺 任何一方一旦遇到意外 危机状况 三方立即启动紧急协商 帮助受威胁的一方解除危机 这个危机协商承诺 虽然还没有达到北约条约第五条的要求 规定盟国有义务在任何成员国受到攻击时 立即采取军事行动 但已经无限接近于北约第五条的集体范围原则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 算不留旧的在一篇社评中 指责美国忽悠日韩 打响了新冷战的第一枪 新华网则说 美国在亚太地区拉帮结伙 戴卫营发出的冷战气息 让世界顿绝寒意 美日韩三国在戴卫营峰会上 向全世界宣布 台湾海峡的和平 是国际社会安全繁荣 不可或缺的要素 中国作何反应呢 19号深夜 也就是戴卫营峰会的第二天 中国官媒《人民日报》 在微博发布图文 图中一个大大的龟字 其中起笔笔画数 使用了草药当归的图案 并类似台湾的版图 暗指台湾为归字的一部分 配文写道 台独是历史逆流 是绝路 祖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 台湾当归一节 迅速登顶微博热诉 仅20号一天的阅读量 已超过12.7亿 16.6万人参与讨论 虽然微博下一片憨大憨傻 但我想说的是 不管是习近平积极推行 联俄抗美 还是《人民日报》 歇斯底里的狂吠 台湾其实是越来越安全了 我完全同意日本《产经新闻》 驻台北支局局长 石板明夫的以下分析 在东北亚地区 几十年前就有美日军事同盟 其假想敌主要是苏联 也有美韩军事同盟 其假想敌是朝鲜 但是今天的国际形势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旧的两个军事同盟明显不够用了 因为在东北亚地区出现了新的假想敌中共国 可以说今天成立的新三国同盟 就是为了对付中共国而产生的 说的再具体一点 是为提高中共国对台动武的代价而产生的 稍早前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来到台湾 在与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一起出席凯达格兰论坛时发表演讲称 日美台要做好战斗的心理准备 如果台海有事 日本会使用防卫的力量 麻生太郎的话应该是一有所指的 在为台湾打气的同时 也在向北京的习近平政权发出警告 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我们已经开始行动了 麻生是自民党的副总裁 如此重大的发言 事先一定得到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同意 他的发言内容和戴维莹三文件遥相呼应 所以国际形势正在急剧变化 在东北亚联合对抗中共霸权的新格局 已经开始形成 今天的峰会之后 应该可以这样说 台湾越来越安全了 不知观众朋友对此怎么看 欢迎给我们留言讨论 再从军事的角度分析一下 时事评论员沈周指出 东北亚是世界上军力最集中的地区 美日韩对阵中俄朝 一旦开战将展现超强的火力 中共曾刻意忽略的第三战线 已经变得真实 中共表面上跃跃欲试 但真能顶住这条战线吗 前段时间 中国网站曾转载 一旦开始收回台湾 中国可能要面临四线作战 我军必须慎重一文 文章指出 除台海战线外 还可能同时爆发战争的 有朝鲜半岛 印度洋和中印边界三条战线 其实此文回避了关键的 南海 东海 黄海战线 以掩盖中共军队的软肋 沈周指出 真正的第二条战线应是南海 第三条战线应是黄海 东海 而不是朝鲜半岛 朝鲜可能会进攻韩国 但至少需要中共支援 朝鲜海空军太弱 没法掌握制空权 制海权 会遭遇美韩联军的三面猛烈空袭 若缺失中共的支持 朝鲜没有能力独自开战 俄罗斯现在也无力支援朝鲜 在台海之战中 若美军只摧毁中共的海空军主力 没有对中共军队展开内陆空袭和反攻 中共领导人为了试图扳回某些败局或实施报复 不排除动用大量陆军和预备意 向驻韩美军发动攻击 然而朝鲜若看到中共在台海落败 海空军近尸 很可能会对中共失去信心 估计不会同意中共军队进入朝鲜 相比之下美军战机可以从日本韩国起飞 潜艇和战舰进入黄海东海 对中共实施反击 而真正要命的是 美日韩峰会后 三国军队进入整合阶段 东北亚战线在美军协调下 正规划统一的战场 也就是说 很可能上演的是美日韩三国围攻中共国 而俄国和朝鲜陷于自身实力 只会做毕上官 今年3月30日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说 美军60%的现役部队处于最高准备状态 可以在不到30天的时间内部署到战斗中 其中10%的部队 可以在不到96小时内完成部署 据日本2022年防卫白皮书披露 中共号称的第五代隐形战斗机 歼20约50架 理论上可以配备五个大队 一旦中共在台海开战 由于上述的三条战线的缘故 其他战区的歼20战机应转向东部战区 而北部战区恐怕不敢动 南部战区会左右为难 也就是说 中共北部战区空军一旦失去制空权 青岛大连海军基地失去空中掩护 很快会被美军轰炸机摧毁 沈阳飞机制造场可能也难逃厄运 韩国的F35战斗机可为美军轰炸机护航 更多美军第五代战机可以投入前沿作战 甚至直接威胁北京 中共少量第五代战机和第四代战机主力 数量加起来也不及美军的第五代战机 中共的歼11歼10战斗机 应只能对阵美军的F15和台湾的F16战斗机 质量数量上同样处于劣势 也就是说中共无法抽掉更多战机到东海战场 日本战斗机独自恶守东海 也会具备优势 加上美军战机 优势更加明显 自知实力不尽 中国近期把海军航空兵大步转入空军 只给海军留下了航母舰载机 中共海军航空兵主要驻守沿海地区 配合近海防御 多数机型较为落后 再加上有部分殲-11 殲-10战斗机 和少量苏-30战斗机都划归了空军 表明中共空军战机不够用 便对台海 东海 黄海 南海多个方向的战线 实在捉襟见肘 而俄军主力战机呢 目前主要投入在乌克兰前线 剩余战斗机用于各地防空都不足 在西北太平洋更无力出击 帮不了中共的忙 俄军太平洋舰队的老式战舰得不到升级 新式战舰不多 吨位也较小 同样帮不了中共 换句话说 中俄舰队的联合演习主要是政治表演 缺乏实战价值 因此当美日韩的海空军力整合后 攻防体系更加完备 实力远超中共海空军 以中共北部战区目前的战力 既攻不出去 也守不住 中共频频挑衅 却无力应对第三条战线 一旦开战 等待中共的可能是它最担心的后果 8月20号 澳大利亚宣布将向美国采购 200枚战斧巡航导弹 在面对中国威胁日益增强的安全环境下 强化自身的远程打击能力 所以别忘了 澳洲还可能随时在美老大的要求下 加入对中共军队的围攻 好吧 打又打不赢 心里还不甘心 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只能下山了 就在我即将截稿之际 又传来一个对中共很不利的重大消息 美国潜艇研究观察家 Sutton 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共军海军093型商级核潜艇在台海海峡周边发生严重意外 挺上100多名官兵全数遇难 另有军事粉砖台湾ADIS也称 听说406赵赫有收到呼叫讯号 叫了几个小时 此时立即惊动了国际社会 得到大量的转发 不过台湾国防部随后举行记者会 孙立方受访时指出 到目前为止 这类讯息是来自社群媒体的流传 目前没有其他官方说法来进一步证实 前海军舰长吕李施也发文质疑 台湾海峡水深不到150公尺 7000吨级潜艇会走这里吗 但是无论如何 消息在此时传出 对共军都是非常不利的 一旦证实将是对共军极大的打击 当然了 中共哪干示弱呢 几乎是在同时 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 对莫斯科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 但一周以来 除了李尚福在莫斯科安全会议上发表演讲 以及李尚福上周会见了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之外 外界对李尚福的俄罗斯之行 知之甚少 行踪诡秘 引发诸多的揣测与评论 李尚福第一次访俄 是他担任防长不久之后的 4月16号 除了会晤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 还在克里姆林宫 受到普京罕见的高规格款待 仅仅四个月之后 李尚福再赴莫斯科 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在李尚福即将出访之际 就有时政评论人士发推质疑 一 出发了坐上飞机才对外公布 二 莫斯科这场会议之前并未公开 三 要见邵伊古 还要见谁 语焉不详 四 还要前往明斯克见卢卡申科 综上 习近平派他去落实联俄抗美 总之此行很突然 李尚福莫斯科安全会议上的讲话 自自为提俄武战争 只是一如既往的强调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容不得任何外来干涉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忙着帮强说 西方国家对待台湾的立场 极端虚伪 李尚福还强调 中俄不是盟国 胜死盟国 那么中俄联盟能够走多远呢 对中国外交内政有着深入研究的 法国中国问题网站的社论文章指出 尽管李尚福等人的反美立场有目共睹 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中国的外交路线主要还是取决于内政 首先是研究显示 中国国内民意并不支持战争 其次 即使在中国军队内部也有重量级人士 认为战争的条件并不成熟 解放军退役少将 知名的超线战艺书的作者乔良 就认为不应该冒险对美公开军事战争的挑战 在中美俄三国关系演变中 不能忽视中国国内务实派的力量 真要打起来 俄罗斯真的甘愿冒着两线作战的风险出手相助吗 这还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8月22号习近平乘坐的专机在南非首都约翰内斯堡徐徐降落 来参加金砖五国峰会的习近平独自以人蹒跚地走下掀踢 我想此时他心里一定在想 哎 幸好还没打台湾 要不然我今天恐怕就来不了了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冷战情室台海风云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就请您点赞留言 新朋友请按订阅 谢谢 我们下集再见